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先生说 事之为之 圣人之之 独保其身 因话说是通达计谋 以实细微 当事情出现不好的苗头的时候 圣人往往可以察觉到并遵循着事物发展的规律 找出产生裂系的原因 从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很多人即使发现事情苗头不好的情况下 却不去处理它 不去改正它 反而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 让坏习惯养成 甚至变得根深蒂固 在《鬼谷子底细片》中有这样一句话 强崩因戏 弃嚷因戏 而积时之 则强弃不败 若不可救 因而处之 更有所盈至 人事亦有事也 一堵墙如果有了裂系 就有可能会倒塌 一个器皿呢 出现了裂纹 可能会破碎 如果我们及时的去修补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使用的 但如果不去修补的话 就要及时的除去它 把墙推倒 重新再弃一堵墙 买来新的器皿来剃掉坏的器皿 那当我们的缺点不去改正的时候 成为我们自己的短板时 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这个短板而被淘汰出局 因此呢 我们不能让借口来码在自己 从而放任自己的缺点变得越来越大 那我们说爱找借口的人 其实往往都是能力不够强的人 上学爱迟到的人呢 工作以后也容易迟到 迟到的借口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起床起晚了 或者是路上堵车 工作做不好呢 就会说 任务太难了 同事不配合 那创业失败了 就说竞争压力大 市场经验不足 其实你发现没有 你的借口其实对别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影响的只是你自己 它只会让你无法正视错误 无法纠正错误 因此我们在出现问题 出现错误的时候 哪怕是很小的错误 我们都要及时的去找出原因 并且去改正它 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找借口不能让自己变得优秀 反而会让自己的缺点越来越大 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来越糟糕 让你的人生呢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相反的 如果说你及时的去弥补自己的错误 可以让自己端正态度 逐步的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如果上学迟到了 是因为妈妈喊起床喊晚了 那你就自己多电几个闹钟 如果说上班迟到了 是因为路上堵车的话 那你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出门 或者是提前一个小时出门 如果工作做的不好 你可以看看为什么别人能做好 为什么同事愿意配合别人呢 如果说创业失败是因为竞争大 经验不足 那你要想一想 为什么有些人能在这个激烈的竞争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呢 所以说 你再找借口 只能说明你很弱 任何人在成功的路上都会遇到挫折 但是成功的人 他们不会去找借口 借口往往只是弱者的 遮羞补 我们经常说 我们不要为失败找借口 而要为成功找方法 当你没有任何借口的时候 你可能会承受着一些压力 但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 往往比一个对自己要求松散的人 更容易取得成功 因为一旦你对自己严格了 各个方面都会有所提升 这样的人可能就会越来越接近 无懈可及 因此对待小缺点 坏习惯 不要不以为然 我们要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 并去纠正它 不要让事态恶化 要多方位的提升自己 全方位的去锻炼自己 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以后一盏宏图 收获成功的人生